這台車子呢 好,我們要報廢了 那為什麼報廢呢?我們可以省錢 是因為,如果我們一直有這台車子的話 我們需要繳稅金給政府 那這台車子呢 已經八年了吧 買了八年了 跟他說拜拜 他在爸爸跟媽媽結婚的時候買了 買了八年了,那時候買二手車 我拍一下好了 不然以後就看不到他了 好,車牌的話,爸爸已經把它拔下來 對啊 蛤? 沒有啊 蛤? 沒有啊 好啊 那是扁啊 你還要花那裡嗎? 對啊 不會啊,我再紀錄一下 這是他的車廂 好 有啊 這是他的椅子 這是他的椅子 哇,這有點髒喔 因為之前都被凱莉拿來裝那個 那個飯糰桶子 所以就髒髒的 我可以去房間啊 兒童座椅我拿去房間放了 好,為什麼要報廢 主要是因為他變速箱壞了 變速箱壞了,休禮費的話很貴 所以就把它報廢了 哎呀 這個 不過還是蠻感謝這台車子的 就是一開始我們不太會開車嘛 所以 對啊,就刮到了很多次 但是因為 他是二手的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心通 我在這個過程中呢 學習得怎麼樣去開它 哎呀 以後小朋友應該會很方便吧 好吧 大家就這樣子 就在這邊 謝謝 謝謝